好 接下来我们看568的第四行 旧龙子而传荒 这个是指孙思苗 在隋唐那个年代 孙思苗是隋唐那个时候的医学家 他是金兆华元人 今天的陕西省药县 他很迁徙耗血 对医学有很深刻的研究 而且通达百家邪说 而且精通老庄 而且他也喜欢佛经 他曾经记得隋文帝 唐太宗 唐高宗 受给他的官职 他不愿意去当官 但是他从来不记得病人求诊 这一点 我们要勉励 这些想要有意志要学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我也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个医生 真正要发愿做一个人医 有慈悲心的医生 不能够高高在上 不能说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我讲一个医生的故事给各位听 这是真正的因果故事 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研究不断 还没有受戒以前 因为照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应酬一多 久活得多 肝功能就不好 那当然身体就会出毛病 那时候每隔夜都要到楼树福禄 台北市的楼树福禄 四段 有一家中医遵守 去给他遵究八冠 每隔夜一定要奉送五千块台币 他就跟我讲他老师的故事 楼树福禄这位中医师跟我讲 他老师是怎么使的 他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国医 台湾的蒋夫人 以前老蒋介石先生 蒋介石先生的夫人是宋美玲 蒋夫人宋美玲 他是可以讲说蒋介石先生 跟宋美玲的可以讲说育育 都帮他们看过病 那当然是名文立养很有钱 那他有钱以后 那时候他的身价就上益了 身价就上益了 那是几十年前财产就上益 所以相对名文立养以后 那当然就是 过着五一六成的生活 中益的生活 就会到欢乐场合去喝酒 饮酒坐落 听说 那时候给了小货一次的给一千块 新台币一千块 那时候的一千块是很多钱 结果后来他死了以后 他太太马上就 大概草草了事 也没有经过什么注念 他太太好像有接触一点佛法 但是也没有马上给他处理 草草了事 然后他太太因为平常就跟着他这个先生 这个御医有在旁边看多少协会一些医疗行为 后来他先生死了以后 草草了事就给他冷冻就冰起来了 把他送冰库去冰起来 那这位这位中医师呢 明娘一死的这位中医师死的时候 他年纪不是很大 大概五六十岁 他就托梦给他的徒弟 因为他说了很多弟子 中医的弟子 帮我看病那个是在柔树湖路市段 他托梦给在延平北路 台北市延平北路有个中医师 他死了第二天给他的弟子托梦 他说哎呀冷得要死 冷得要死 冷得要死 那在这个延平北路这位中医师呢 也不惊得怎么回事 怎么晚上梦到他老师说冷得要死 冷得要死 就去他老师到家去问 才知道他老师昨天往上死掉 昨天死掉 被师母把他送去冰医馆就把他冰起来 他说冷得要死 那后来呢 延平北路的这位中医师 就告诉罗树湖路那个中医师说 他说我们老师啊 台湾话叫仙的 仙的 台湾人讲老师叫仙生 都叫仙生 主话讲的叫仙的 仙生 仙的意思 就是我老师啊 他说哎呀我们老师很可怜啊 一辈子啊 名气那么大 赚那么多钱啊 往生舍抱的时候呢 草草了事啊 结果啊 他太太啊 就这样处理完了以后隔没多久 也帮人家针灸 就有一个人到他诊所去针灸 因为他还在手伤期间啊 我们讲说父母往生呢要手伤三年啦 老师往生要心伤三年啦 结果对这些呢 鼓里呢都不重视 草草了事 所以就马上就开业 就继续做医疗行为 就有一个人在里面呢 被针灸不当的 当场死在里面 死掉了 或者天天去闹啊 丢民职啊 台湾抗议啊 要求赔偿 当然是花很多的金钱 因为知道他很多钱啊 所以作为医生呢 要学孙思妙 从不季节病人求诊 他认为什么 燃命自重 贵以千金 这八个字呢 很适合学习医或者中医的人 要学习的 这叫医德 这叫仁医 有慈悲心的医生 他提倡呢 读书人多掌握 掌握一点医术 用治病救人 强体养生 强体养生